觀眾朋友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個入主 豪華品牌的夢 那當你剛才入手豪華品牌的時候 當然除了看Lexus之外 我們也會去看一下雙B 像在這個統計劇裡面 你想買RX的話 你可能會看一下 賓士的GLE 甚至於是BMW X5 我們幫大家來比較一下 這三款車 它產品的競爭力如何呢 鄭杰 說到中大型的豪華品牌SUV 其實除了RX以外 我們直接想到的當然就是GLE賓士 或者BMW X5 其實我們從剛剛稍早之後 艾達幫我們介紹的 去年2021年的全國銷售的總量來看 你就會知道說 2021年RX賣了3800多台 然後賓士GLE則只賣了2600多台 到X5呢 其實看起來賬面上只有1200多台 但降比不是很公平 因為X5跟X6其實是同一個車系 因為你在GLE這邊呢 它的量是把GLE跟GLE Coupe 合在一起計算 所以如果加上X6以後呢 BMW則是跟GLE落在差不多的數字 2000多台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回到如果是今年 時間都過這麼久了 今天1到4月來看呢 其實RX已經賣了1748輛 這個數字非常的驚人 怎麼說 因為才過四個月而已 居然已經超過了去年的大概一半 將近去年的一半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它的對手GLE多少台 805台 一半不到 差滿多的 這個差異有拉出來 E跟Coupe在一起對不對 是 沒錯 那在BMW這邊 就像我剛剛講的 X5是328台 但是加上X6以後364台以後 加起來也是七八百台 這樣的數字 其實又是跟GLE跟GLE Coupe 差不多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是現在的市場的趨勢 為什麼會導致 同樣 我們覺得是同樣中大型的SUV 又是豪華品牌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距呢 其實主要在於 首先車型編程 RX我們剛剛介紹 我們這台是300嘛 對不對 比較熱門的 300來講的話 2.0渦輪增壓引擎 你對上的呢 如果是GLE或X5來講的話 應該也要堆一個2.0渦輪增壓氣油引擎 但其實GLE或X5 它並沒有這樣的配置 它的2.0渦輪增壓引擎都是柴油的 德國人走的邏輯跟日本人走的不太一樣 那如果你要更高階 你想要我就是喜歡氣油引擎 才有豪華車的感覺的話 那在GLE它就要到450去了 在X5就要到40i去了 那個價錢就不一樣囉 那個價錢就足足都吃到300多萬 甚至快400萬 以GLE450來講392萬 那如果說以X5來講也要382萬 這足足已經是我們剛剛介紹 這個快要都要到兩倍的數字 所以我在分析來講 其實不是很難懂 因為現在會買中大型豪華 SUV的消費族群 其實在社會上來 一定是相對富裕 但是也相對保守的族群 我們需要一台豪華車 等於這個是一個富裕階層裡面的 一個中油砥柱的這一群消費者 我們需要足夠空間 好看的質感 然後購用的配備 然後品牌的高度 社會觀感 沒錯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如果買RX300 230幾萬開始就有 甚至就算買450H 而且還是Plug in的Hybrid 這樣子也才300多萬 你對上如果說是雙B來講的話 你最起碼最起碼 你就要花大概300萬以上的錢 那BMWX5比較便宜一點 但是也是將近300萬的錢 才能換到一個中大型豪華休旅的 一個感覺的話 當然一來一往之下 這是100萬 甚至100多萬的事情 當然大家都會很明智的知道說 其實RX300相對之下 會更符合大部分人的喜好跟需求 更何況 在現在的造車工藝來講 無論日本車或德國車 其實造車工藝並無分宣制 有的時候它比較好 有的時候它比較好 然後配備的部分呢 其實現在只要加錢 也幾乎都選得到了 唯一還有一個差別的是呢 現在的歐洲車 可能你有錢也買不到 還被拔配備之類的 但是在這個部分來講 Lexus這邊呢 相對之下比較沒有這麼多的問題 這也是讓去年或者是今年1到4月 它的銷售數據這麼懸殊的 關鍵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年頭 有車就是網道 你如果想要換一台新車 然後買一台像這樣子的中大型 休旅豪華車來講的話呢 其實你看喜歡然後有車價格又符合你需求 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對啊 剛才這也其實有點到一個蠻大的重點 就是會買比如說豪華品牌 買Lexus或是買雙B的朋友 可能相對呢 你在預算上面是比較富裕一些的 可是呢 在日後的養護上面呢 其實更是在這個階層的人呢 他們會精打細算的 因為也許我把這些錢 可能拿來花在投資上面 可能我賺取的這個利潤是更高的 所以每一分錢他們都會算得很仔細 像冠儀有一個這個 應該是演藝圈的前輩 他開了15年的Lexus RX1 他真的常常問我說 冠儀我想換車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這台車怎麼開都開不會壞 然後沒有毛病 他都說他找不到理由 怎麼樣去換他 然後每次去保養的時候 又有好喝的咖啡 好吃的冰淇淋 所以艾大 幫我們分析一下 好像很多開Lexus 人都覺得說他很好養 冠儀這個問題就很有趣了 到底開Lexus到底好不好養 因為很多開Lexus的人 都覺得他很好養 剛剛你舉到那個例子 其實並不算極端 他開了15年的Lexus 而且是RX 很多人都開車12年 15年 而且根據交通部的統計 台灣民眾用車的這個週期 大概也是在12年左右 所以它是一個很正常的使用狀況 所以在這15年的期間 他並沒有擁有其他的車子 所以他來去講說Lexus很好養 你覺得準不準 我覺得不一定準 因為很多人開其他品牌車 也是開15年 他可能沒有開過其他品牌車 他怎麼能去評斷說 這個車子比其他車好養 只能說Lexus好養 沒有問題 但他並不能夠來去比較說 Lexus比其他車子好養 或者是Lexus的服務狀況更好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參考一個 所謂的大數據的分析 來...跟各位報告一個最新的統計資料 這個是美國消費者報告 所做的一份調查 而且是今年剛出來的調查 他要評斷的是什麼 評斷是說 五年車的中古車 可靠度的排行榜調查 也就是說他調查今年2022年 他調查是2017年的新車 到現在為止總共五年的期間 根據所有的這個使用者的一個回饋 那他統計了整個叫做 車輛整體的一個狀況 燃油的效率 還有安全系統上面是不是能夠滿足 然後還有整體的滿意度 那當然滿意度就是像剛剛 這位藝人大哥一樣 他15年來他都是Lexus 他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相信他的滿意度一定非常的高 甚至他去到保養廠裡面 去做定期的維護保養 覺得服務項目有好喝的咖啡 好吃的冰淇淋 甚至如你在台北還可以看看飛機 這樣子一定是給予非常高的分數 但是實際其他的燃油效率 整體的使用狀況 或是安全系統 這就不是單一一個車主可以去評斷 因為有多數的大數據統一 只有你知道 這一份統計調查報告 第一名是Lexus 拿下了總分91分的高分了 第二名是Toyota 第三名是Acura 第四名是Infinity 第五名是賓士 也就是說前五名有四個是 所謂的日系品牌 第五名的賓士是歐洲品牌 那你就知道整體市場 我們台灣一年銷售四十多萬 那樣的車輛 在全球市場上面講 北美市場已經算是非常大的一個 這個汽車銷售市場 它的銷售數量其實是非常的多的 那當然它的採樣的樣本數來講 相對而言就比較多 那當然它就這個比例上來說 相對而言就會比較精準 所以這可以證明什麼 五年內 尤其是在北美市場 那個車子的里程 行駛的里程 可能比我們台灣的行駛里程 都還要來得更高一些些 這就考驗了真正車輛的一個 妥善率 耐用度跟穩定度 跟可信賴的一個這個程度 所以我想雷射斯可以拿到 這個第一名的高分 我想不是什麼新鮮式的 你知道在這裡面總共有這個 五款車入選 是最可靠的車 雷射斯總共也沒幾款車 它就可以有五款車入選 那附帶一提 第二名的TOYOTA跟它 其實是同集團 擁有相同的造車的 這個理念要求跟水平 當然因為雷射斯是豪華品牌 所以它的要求比起TOYOTA來說 來得更高一些些的 TOYOTA就有十二輛車 是入選這個最可靠的品牌 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所以以這樣的狀況來說 多數人的一個用車的資訊的分享 確實可以讓這個車 車廠也會引以為傲 車廠也會針對這樣的數據 去做規劃 去做提升 那當然在台灣來說 一輛車借齡到了五年 八年 十年 你要幹嘛 就像那位藝人大哥 他要換車的話 他的車怎麼辦 必須得要賣掉 如果你賣到中古車市場 中古車商的一個承接度 很重要 中古車商願意買的 願意接受 表示這台車在市場上面 是有接受度的 也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中古車商 我把這輛車收回來之後 內裝洗一洗 外面的小擦桑修一修 美容做一做 然後我要上架去做銷售 我的平均銷售的期間 如果是半年十個月 這台車我一定要打個 大概六折七折再去買 那如果說很快 30天 40天之內 我就要賣掉的狀況 表示這個車的 透手的承接度是非常的高的 當然我就願意花比較高的金額 趕快去買回來 趕快上架銷售 賺取一點微博利潤 就把這車給銷售出去 在市場上面 即便車齡三年五年八年的Lasus 後手的承接意願 仍然非常的高 也造就了整個Lasus 在市場上 不管是全球各地 或者是台灣也好 尤其是台灣 它的保值率其實是非常好的 是 對不對 對 沒錯 你可以用這個比較清明 平易近的價格入手豪華品牌 當年心中的一個夢想車 又不會壞 怪不得他能夠在新車 以及中古車市場 都相對程度受歡